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歡迎收看第三集的《四月星範快也很準》 這一集有萌萌的白髮少女 也有戰鬥力滿點的魔法湧唱 那如果把這兩個元素合在一起呢? 讓我們來瞧瞧這個由近期熱門的清小說改編 封面看百娘常常被人說 長得像是看克拉中倒楓的《叢林開始的魔法書》吧 《叢林開始的魔法書》 一一名生下便長有凶惡白虎臉旁的受作者 用兵以及名為林的年輕魔女為主角 描述一行為了尋找宛如魔術詞也般的聖典《靈之書》而展開的冒險故事 在這個異世界冒險故事泛濫的時代 作品中包含魔術、魔法與正派反派的對決已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因此本作看點或許不是在於魔術詞之間的對決 亦或是去期待一個多澎湃的大冒險 事實上動畫方面我個人並不是說特別喜歡也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但是有幾個我非常期望看到的東西 或是說與其他作品不同的地方 就是以魔女為主題的發展 以及角色之間的互動與隔閡 在本作中的魔女並不是什麼人人都想成為的魔法師或大法師 而是如歷史一般需要被火星被捕獵殆盡的瘟疫的象徵 因為如此就算魔女並非惡者 人們人為以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去追捕、嫌棄或是感到懼怕 而身為主角受作者傭兵便是如此 從小自己也是被詛咒的存在 因此她也討厭魔女 並且也不利魔女為業 但是當她遇到了創始一切魔術的少女林 並且為了變回人類樣貌而締結了祖從契約 在一路上慢慢對魔女有所改觀 發現原來魔女並不是帶來災害的禍音 也並非人人所說的沒血沒淚 而是同樣有家人、有理想 並且又感到愉悅、憤怒、傷心的普通人 並且在跟隨冒險的途中 儘管依然堅持不相信、不使用魔術 但是也同樣認識到了魔術的並立性、多樣性 以及其所代表的強大 甚至是某些人追求的夢想 而如何消除魔女一般人之間的隔閡 如何化解魔術師團與主角的紛爭 我想會是劇情除了尋找靈之術以外推進的大方向 原來是這麼一個震驚的故事啊 不過基本上來講 單純看看靈如何調戲傭兵 傭兵如何反鳳林也無妨 這兩者的互動說實在頗為有趣 大概也是我能夠繼續追這個作品的小小動力之一 總之,叢林開始魔法術 輕鬆、有趣 並且不是一個像樣的祖先劇情 心下之瑜不妨找來看看吧 我是牙刺人 如果你有任何想說的話 任何對於本作的心得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也請記得按個訂閱、按個讚 敲敲旁邊的小鈴鐺圖示哦 下一期已經播了一個半月的四月 新方觀看全會來聊聊月色真美 記得準時收看哦 請坐姿 Zither Harp